关注美国财经动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洲财经速递 首先来关注一下花旗出售销金业务的消息 花旗集团日前宣布将退出销金业务 最多可能卖到60亿美元 目前整体出售进度仍属初期阶段 但以澳洲进展最快 东南亚和波兰等速度相对较慢 花旗月中时宣布将出售包括台湾等地 共13个市场的消金业务 有消息强调出售资产的整体进展仍在初期 时程表和交易价仍可能出现变数 花旗的最终计划是退出13个市场的消金业务 包括澳洲 中国大陆 印度 南韩 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13个国家的市场 花旗将继续为这些市场的企业和私人银行客户提供服务 富瑞瑟3月走马上任 这是他为重振花旗的策略之一 下面来看一下加密货币比特币暴跌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打算调高富人的税率 也在加密货币市场引发动荡 比特币23日盘中跌破5万美元 为3月8日以来的首件 整体加密货币市场的市值更在24小时内蒸发2600亿美元 比特币23日盘中中挫7.9%至47525.14美元 之后跌幅稍微减缓 分析师警告 比特币已跌破100日均线的支撑 接下来可能继续下挫 资深市场分析师哈雷指出 显然比特币对资本利得税威胁的敏感度 大于多数资产类别 各类规范威胁一直都是加密货币的最大弱点 不管是以开发经济体的直接规范 或是透过纳税人的间接规范 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期货市场行情的新闻 期货市场玉米小麦和黄豆期货价格 本周涨势为今年来最猛 23日仍在接近数年来的最高价位 芝加哥玉米期货价格本周涨7% 周线涨幅渴望是1月29日来的最大 小麦和黄豆本周分别大涨8.6%和5.6% 周涨幅渴望是2019年5月至今最大 黄豆油本周更是击涨了9.4% 价格登上10年高峰 玉米价格22日在芝加哥交易所涨停 黄豆则涨破每英斗15美元价位 是2014年来首见 全球最大玉米产地 美国可能是惊吓修改玉米种植面积的姑测 但就算是如此天气状况也必须接近完美 才能让市场确信供应量足以满足来年的需求 接下来关注一下经济重启对股市方面的影响 经济重启议题推动华尔街走高 最新财报都显示企业获利高于预期 以钢铁制造商Nuco为例 财报显示为其史上最赚钱的一季 CEO表示原因是价格和获利率都见提升 预计2021年第二季获利将超过第一季 继续创单季新高 大多数终端市场依旧强劲 而库存仍然不足 相信当前有利的需求环境将持续到2021年底 高盛首席分析师科斯丁承认 随着成长达到顶峰并开始减速 股价往往陷入挣扎 经济成长到顶通常预示着周期性肋股升势的终结 而高防御性类股如消费必需品和公用事业则会上升 继续来关注另一条股市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提高富人的税率将会在今年引发股市卖压 价格偏高的科技股和高成长股首当其冲 分析师说拜登的增税提案将在国会面临庞大阻力 最后的加税幅度可能是大幅缩小 但担心被加税的投资人可能会逐步抛出股票 赶在增税政策生效前先获利 短期内将引发卖压 一些分析师则呼吁投资人保持冷静 因为国会未必会对拜登的增税方案照单全收 因为民主党在国会的领先优势不大 而且还会经历漫长的谈判 还有个根本问题能否过关 很多事情都是未知 但能确定的是拜登政府的扩大财政支出 投资人和企业需帮忙买单一部分 因此税率将会提高 一起来关注一条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报告 每周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连续第二周跌至了新冠疫情期间的新敌 代表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正在加速 4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可能会非常强劲 截至4月17日当周 首次申领人数总计54.7万 比预期低了5万 4月10日当周的连续申领件数 也下降了34000人至367万 也就是疫情以来的最低点 仍有1740万人依照不同的计划获得福利 但这些还在计划的数据往往延后发布 而且较持续申领数据落后两周 首席美国经济学者康明斯表示 总的来说这与劳动市场的成长是一致的 真的感觉到情况开始好转 他认为于5月7日发布的4月的就业报告 可能于3月报告的90万人相比甚至更好 一起来关心一下通货膨胀的消息 越来越多策略师认为 投资者低估了消费者物价的前景 美国3月的通货膨胀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2.6% 未来可能会上升的更高 分析师观点是 到明年年中通货膨胀率大约会升至3%或4% 这与其他利率的走升截然不同 比如说目前1.6%的美国10年期债券殖利率 殖利率很容易翻倍上升 而当它真的出现时 市场就会面临重大的转折点 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通货膨胀率 最新数据显示 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月上升了0.6% 较上年同期上升2.6% FED决策者认为上升只是暂时性的 他们拥有更多的方法 比如提升利息可以来解决问题 最后来关注一下 疫情引发消费品市场增长的消息 消费品品牌协会的最新报告显示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需求激增 导致包括厕纸和罐头汤品在内的消费性 包装产品的销售额去年增长了9.4% 达到1.53兆元 但需求的增长并没有减弱 该组织表示 制造商仍在努力增加库存 为了应对需求激增 企业正在招聘更多的劳工 增加新的生产线并调高工资 即使疫情消退 预测整体产业2021年销售额仍比2019年 增加了7.4%到8.5% 有些企业雇佣的劳工比实际需求 多出了10%至20% 以填补应隔离或是照顾生病亲人 而请假的员工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